《接種疫苗》有助於保護公眾避免感染新冠病毒 但就有可能會在接種後出現一些輕微的副作用 有報導指接種輝瑞及莫德納疫苗第二劑後出現的反應會比第一劑大 究竟接種疫苗後有何副作用屬於正常反應 為何第二劑的反應會比第一劑大呢? 在今天我們就請到專家和我們講解一下 鼻涉疾控中心傳染病與免疫服務醫學總家Monica Naus表示 接種完新冠疫苗第一劑後可能會出現輕微反應 而接種第二劑後出現反應的機會就比第一劑高 根據疾控中心的一份最新研究發現 在接種輝瑞及莫德納疫苗第一劑兩個星期後 保護力就能達到80% 目前在卑斯省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之間的時間延長到相隔四個月 他表示有少數人可能會出現全新反應當中包括發燒、肌肉酸痛、 疲倦及關節酸痛 而年輕人出現反應的機率就較高 好了,今天的健康原理就講到這裏